好啦 今天呢 Cynthia呢 要教大家來怎麼樣來畫古銅妝 然後呢 我覺得古銅妝啊 是還蠻適合夏天 你有時候穿那種Bikini啊 或是你要去海邊玩的時候 都還蠻適合古銅妝的 因為我覺得夏天都跟小麥肌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古銅妝 金光閃閃來搭配你的小麥肌 或曬黑皮膚 其實都還蠻適合的 所以說呢 現在我就要開始來介紹 我畫古銅妝的一些彩妝這樣子 首先呢 我還是會用Maybelline用的這個東西 呃 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個 金色眼影 來幫我們的打底 這樣子 那打底的話呢 也是先用 化妝刷 大的化妝刷 然後打底 這樣子 畫這隻眼睛好了 OK 先打底 然後把眉骨也打亮 然後把眉骨也打亮 這是第一步 OK 然後接下來呢 也是用開架式的 這個Maybelline它是一種類似液狀的那種眼影液 然後它呢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眼皮上 質地呢 就是它到時候就乾掉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 這是我第一個試的顏色 到時候 我會把色號很清楚的寫在部落格裡面 那你們就知道了這樣子 然後呢 要怎麼弄勒 你把這個地方啊 基本上來講就是 沿著你的眼窩向上延伸 基本上要畫大片一點 你的古銅妝才會明顯 OK 開始囉 盡量往上面延伸都沒有關係 真的 因為它其實顏色其實基本上是閃亮 你就是不用太擔心說會 一大片的那個什麼 今天在你的眼皮上 所以類似這樣子 有沒有 OK 看到了齁 好 就這樣 然後等它乾一下 所以我們要來聊天 因為要等它乾 所以說今天禮拜六早上 待會Sinta要去海邊玩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化個古銅妝 然後呢 帶著我曬黑 烤膠麵包人一號的這個程度 去海邊 好 現在已經大概差不多 你看到了齁 就這麼那個 OK 乾了以後呢 接著用我上次那個什麼 皮膚閃閃發光的那一個 的這個Kate 這種眼影 這應該不叫四色眼影啦 雖然說它也是四個顏色 然後呢 用你的化妝刷 我們要用這個咖啡色的這個地方 OK 就沾一下這邊顏色 那這邊畫的範圍在哪裡咧 它的範圍呢 就是在你的眼摺 眼摺的地方 眼摺向上一點點就好了 OK 好 眼摺向上一點點 趕快畫給大家看 趕快畫給大家看 眼摺 然後往上延伸一點點 當然啦 這時候你就不用去蓋過你的這個 剛才第一個階段用那個什麼 眼影液的那個地方 你就盡量把它塗黑 這樣子就好了 一點點 然後呢 我覺得眼尾的地方啊 你們可以就是往上挑 一下下 就是有點斜斜角度這樣 然後畫上去 然後畫上去 所以說你的眼尾的地方 其實顏色會稍微深一點點 這個是沒關係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比較亮 就已經沒問題了 這樣子 OK 然後呢 下眼影 其實下眼影我覺得是最簡單的啦 就把你的眼皮往下拉 然後呢 畫就好了 我跟你講 重點就是說 其實你在眼尾這個地方啊 你下眼影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塗出來一點點 讓它有一個圈圈的弧度 可以把它包住 大概塗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地方 就好了 這樣 所以我就是 下眼影的地方 我會塗出來一點點 OK OK 這樣子就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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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所以效果 就像這樣子 然後最後完成了以後呢 還是用剛才大的刷具 用金黃色 就是金蔥的這個顏色 重新把它帶過一遍 這樣整個妝看起來 就會比較順 對 這樣會比較順 然後後來當然啦 你的黑眼圈跟你的這個 顏頭部分也是 這樣你一隻古董妝眼睛就已經畫好了 OK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再示範一次喔 齁 然後這一次是 我的左眼 首先呢 就是你的眼皮 皮就先打亮 推高打亮這樣子 然後呢 好 接下來用Maybelline的這一個 欸這是Maybelline的嗎 呃 啊 我講錯了耶 是那個什麼 鹿華濃 Ragalong的 呃 部落格裡面一定會修整 好 把它推高 從你的眼窩 就是眼窩上面都要帶到就對了 眼窩喔 很高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用按壓的方式去點它 因為有時候你這樣 來回的塗它 它的顏色 會不均勻 OK 好 你就讓它 等它乾一下 這樣子 讓它 讓它乾 然後 這是個非常辛苦的一個過程 好 讓它乾 給它看一下 OK 好 乾乾乾乾 乾了以後呢 還是用Kate的這一個 下面 最下面咖啡色的地方 用眼影刷 從眼 剪 眼 眼 眼褶的部分 向上延伸 然後眼尾呢 稍微斜刷一下下 讓它的顏色更出來 OK 就是往上 對 這樣塗出來 清新的 就好了 往上帶 OK 再沾一點顏色 再示範一次 往上帶 這樣 這樣 OK 然後呢 下眼影 下眼影的地方呢 這地方也是 稍微塗出來一點點 塗出來 嗯 嗯 OK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用那個什麼 也是最後精通顏色 打亮 下面 跟上面 好了 所以說呢 你眼影的地方 就弄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當然就是 要刷睫毛膏 睫毛膏 嗯 下次好 我覺得 時間會不夠 然後呢 就是我還會 要打腮紅嘛 就是用那個 美體小鋪的這一個 畫橘色腮紅 就是最旁邊 這個橘色的顏色 畫在你的 cheek bone上面 我都喜歡用手 因為我覺得 反正用手 還算是蠻隨性的 這樣子 那你那個位 位置 你就自己 自己找 就是在你的 那個什麼 顴骨嗎 那附近 這樣子 你就把它 放上去 以後呢 最後呢 就是用 起可巧可的 這個 金色的亮粉 反正呢 我覺得 古銅妝的重點 就是說 你的顴臉呢 就是要亮亮的 然後呢 你的眼皮上 會有一些 一些金屬性的光澤 類似 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呢 最後就是口紅 口紅我是用 也是用 Ravellant 這個顏色 這是我唯一用的顏色 的唇蜜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古銅妝就完成啦 大家看一下眼尾 的地方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 OK 然後呢 像你這樣去游泳池 或者是海邊玩 對不對 那你當然就要有一些配件 會比較好 今天呢 Cynthia為大家準備的配件呢 就是我覺得 最方便的 海灘帽 就是草帽啊 草邊的帽子 這樣子 然後你戴上去的話呢 再戴配你的古銅妝 整點呢 就會 Bling Bling的感覺 然後你在 海灘呢 在玩的時候 就是 這帽子又可以 幫助你防曬 你臉才不會 曬到太黑 然後又有 色澤的感覺 好 OK